主席 主席,有請我們蔡主委 有請主委 主委,再過88天 元人會就要關門了 目前的規劃 明年的1月1號 本來我們是希望用比較歡喜的心情 也許嫁入豪門 舉辦一場婚禮 但是 但是大家不要,我們是 跟我們報告,我們沒有歡喜 苦笑,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88天 我們就要舉辦 元人會的告別式 明年的1月1號 我們應該要辦一個公祭 因為元人會併入了 經濟及人員部 沒有,並入科技部 並入科技部 並入科技部有一部分 並入經濟、能源部 就是核能研究所 變成能源研究所 並入科技部跟經濟及能源部 為什麼我這樣講 除了 除了二級的單位 變三級的單位之外 你可以想想看 原能會是一個核能安全的監督機關 現在變成 經濟部跟科技部下面 的三級單位 所以我可以正式的宣告 在88天 台灣的核能安全 宣布死刑 那麼 舉辦一個告別式來公祭 我講這個不是文言聳聽 但是呢我們要問 一句話就是說 今天造成這個狀況 除了政府的問題之外 原能會自己也有責任 因為不爭氣 人家說啊 這個 人必自如而後人武之 因為我們沒有爭氣嘛 我舉一個例子 原能會核能所最近三年 承報台電的計劃44件 金額8.19億 年年高居得票廠商第一名 這個怎麼去監督 經濟部 所屬台電所屬的核市場 或核一核二核三呢 求援兼裁判 所以 這個是 你先讓我把它講完 是的 這個就是今天你們有責任 有失職 甚至啊 要為這個負責任 那麼 我相信 原能會你們也沒有去 審查過 審核過 核一核二核三廠的經驗啊 你今年5月4號 在核市場 就是你親自講的嘛 所以現在核市場 四行運轉有126個系統 其中53個要有原能會來審查 那未來併入經濟部跟科技部之後 這個審查是更不可能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原來核上會念經 你去批評日本的那個調查報告 請待會有一份給我 我看過去查 這個是共同通訊社啊 發的稿子 我們的媒體啊 才跟著用 還好我會看日文 不然的話 真的是 沒有辦法跟你們啊 來對質 這個是共同通訊社發的稿子 那麼 我要講齁 我後面露出這個核市啊 核一核二核三 也不用再怎麼樣去 什麼去更新啊 或是什麼樣 提早除疫啊 因為花的錢啊 也保不了幾年 所以這個10月 核一廠的第二機組 要這個大修啊 我問主委 會不會採用 把這些燃料棒拿出來 放在冷卻池 然後用這個超音波 下去徹底的體檢 跟以前一樣 還是會唱核二廠的第一機組出問題 今年上半年的時候 你們拿一個水底偵測機去裡面 這樣繞一圈 會不會 你先回答我這個 先回答後面這個問題是吧 對 檢藥 會不會 我想這個 您剛剛問的應該是 核二廠的這個二號機嘛 對 相對於今年3月的 對 核二廠的一號機嘛 對 一號機 不是今年10月 應該是明年初吧 明年初要大修 不過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大修要怎麼做 目前我還沒有這個資訊 不過我想 我相信 我們有了這個 核二廠一號機 有關 您講的大概是毛定螺酸的這些問題 有這些經驗 我想我們還是一樣會很嚴謹的來 處理這個 我希望你承諾我 那個一號機 用過去 把這些燃烙棒拿出來 然後做一個徹底的體檢 對這個反應爐 我現在要問的是 這個圖啊 就是核四廠 這個圖 就在海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背後是 一個山 我再讓你看下一張圖 這個 這張圖 施工中 民國94年 核四廠在施工中 這個地點 相對剛剛那個地圖 來再回過去 就是 這個地方 就是開關站 我要問這個問題是 再回到剛剛這個圖 我發現這一個相片 整個土質是沙質啊 是非常鬆軟 這個基本上 跟 欸 回去剛剛那一張 海邊的 我們在海岸線旁邊的白沙 是一樣的 還好我們保存了這張相片 所以我們的核四廠 是蓋在像芙蓉海灘上面 的地質 這個把國人的安全 放在這樣一個流沙上面 原本會難道不知道嗎 那我要問的就是 我看到你們整個報告 荷安總體檢 台電如果說 六月已經完成初步報告 今天報紙都已經報的那麼多 為什麼 我們教委會的委員拿不到 請主委 會後拿給我一份 媒體都看得到的詳細報告 說這個 三角斷層 不只是 原來講的這個 就是 三十到四十公里 至少有七十四公里 甚至有可能長達一百多公里 對不起 委員剛剛在講核四 那現在 在講這個報告是指哪一個 這個就是台電嘛 去年 然後今年你們講說六月 他們已經完成初步調查 應該是核一核二的三角斷層的調查 所以跟核四無關 這個都在這個海岸線上 就是我把它 不一樣 我把它一起 不一樣 我再只給你看 都在我們的東北角 好 我先針對核四 你們這一個報告裡面 所謂核安總體檢 真的經不起體檢 你也提到說 要按照這個 美國核館會最新的審查跟方法論 我問你台電有沒有根據裡面 兩個 一個是Historical tsunami records 一個是Paleo tsunami的 evidence 這兩個評估方式做 有沒有 有 是 好 那就 那我剛剛回到那張圖吧 有座歷史海嘯上面的這個 紀錄 以及我們考古學的調查 如果這個地層是這個樣子 那 調查報告在哪裡 而且很清楚 所以我請主委要去查清楚 台電一直目前到為止 並沒有進行 對於 考古學 上面詳細的調查 不然那調查下去的結果 怎麼可能 這個地址會通過咧 所以我覺得 原人會是有失職跟縱容 這個部分 你的這個核安總體檢 因為你沒給我們 今天這麼重要的 教委會 在做業務報告 有關於原人會 結果沒有給我們一個 當前最重要的報告 我們 對不起我問一下 我們核安總體檢報告 應該有給委員吧 那麼厚厚的 兩個階段的 那是核四的哪一個報告 我還是再 再稍微澄清一下 了解一下 就是原人會在八月完成的 國內核能電廠 現有安全防護措施 全面體檢方案總檢討報告 我們完成的 有啊 應該有給委員 那個 國會 在哪裡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委員會通過一個譴責 是我們疏失 是我們疏失 這個疏失 我們今天在這裡陪你 你說八十八天就要舉辦告別式的原人會 我們真的沒有給委員 然後這裡面根據 我們那些資料在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我會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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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沒有按照這個標準 這第一個 我表示嚴重的抗議 第二個呢 對不起對不起 那個剛剛講說 引用哪個標準 我剛剛沒有聽清楚 就是一個是historical tsunami的records 另外一個是啊 paleo tsunami的evidence 那因為這涉及到海嘯過去的歷史紀錄 這個部分其實如果1771年的石環島的海嘯 在南嶼曾經有40公尺 根據相關的一些報告 也很清楚 我拿出來 台電核市場的海嘯研究報告 裡面清清楚楚都寫著 可是呢 我們發現 你們不但沒有去參考 這相關的報告 而且刻意把它避過去 所以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說 你核一跟核二廠是用72年的這個報告 在做海嘯的評估啊 當然了為什麼到了核市場 你們的這個核安總體檢 安全再升級這個宣傳測試 上面 的第四頁竟然寫著啊 這是明顯矛盾嘛 比如說龍門場核市場 這個廠子歷史上最高可能的海嘯高度是8.1公尺 然後你們國科會初步評估結果是3.4公尺 如果根據國科會的評估 很清楚 我詳細看過昨天一個晚上 100年啊 是13.2公尺 委員剛剛指的這個不是國科會的評估啊 這不是 200年是24.3公尺 對你們選出來有可能會造成海嘯的幾個 你們就是喔 暴起不報憂 然後 所以歷史上已經你們這裡面記載就已經8公尺了 更不用去講說啊 台電委託城大的這裡面 一百年的是這個13公尺 然後 兩百年的是24公尺 所以這裡面很明顯喔 完全是為了在護航嘛 這個報告能看嗎 裡面明顯的問題嘛 如果照你們這個數字加起來就是不安全嘛 不要去講說 涉及到的 這個23公尺或24公尺高的這個防護 第三個 這剛剛講的就是第三點 所以我要提到就是說 今天我們看到 原人會 遇到這個問題啊 人才跑光了啦 合併之後 之前就跑光了啦 核市場我去對過裡面的 那些幹部跟職員啊 台電的啊 也跑光了啊 大家都酸啊啦 為什麼現在是個爛攤子 我跟你們保證 核市場喔 現在蓋子是為了最佳預算繼續花錢 絕對不可能用的啦 早一點喔 替他 舉行告別式 我們國人還可以省下後面的錢 這裡面也可以辦一個博物館 齁我們曾經發展核能 但是呢 我們改變我們的方向 所以 我在10月17號 另外啦 有關於這個蘭嶼 你剛剛講說 原來的和尚是不是會唸經 的這些問題 那我 也 請這個原人會安排 我也會帶 17號要接 一期跟專家 齁我們一起去現場 齁 來去勘查一下 是 那麼總之喔 我覺得說台電今天要負 主要的責任 但是原人會 絕對是這裡面監督不周 而且共犯 所以 被病 怪不了別人 我不能夠 我不能夠同意委員 最後的這個結論 所有的社會的 我們原人會 你們搞成這個樣子 我們合一合二合三的問題 核市場 我想主席給我 給我20秒的時間就好了 原人會被降等 是立法院的決定 所以我想 你們如果很生氣的話 立法院會這樣決定嗎 我們也不 你不要賴到立法院啦 那個是馬政府行政院的主改 硬是要湊成二十幾個嘛 是啦 真正要留的是原人會嘛 而且要升級才對呀 當然也要 行政院本身我們 原人會也都要負一點責任 但是最後定案的 當然是立法院通過的嘛 立法院是誰在當執行政黨 所以我們經過 我剛剛報告的時候也講了 我們經過福島事故以後 事實上一直在爭取 希望能夠跟其他的國家一樣 你們不爭取 爭取爭取也沒有用啊 能夠恢復成二級的部會 好 謝謝林佳倫委員 我們下次再針對 這主事的問題再行頭